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美国前陆战队员竟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支持者,还涉嫌在耶诞节发动恐怖攻击。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22日逮捕26岁千海军陆战队员詹姆森,Iverett Aaron Jomason,他遭到指控,企图于耶诞节在旧金山之名旅游景点发动恐攻。 综合外媒报道,詹姆森曾在2009年接受过陆战队基础训练,并以合格步枪一等射手的成绩接训,但后来因隐秘销船并使不报,被陆战队开除,他在两年前唯一伊斯兰角,目前是拖车司机。 根据美国联邦司法部在京23日公布的资料,詹姆森曾经在脸书上对IS恐攻的帖文案赞或喜欢,在9月被FBI盯上探员麦金尼。 Christophe M.C. Kinney随即假扮成IS支持者与詹姆森接触,詹姆森16日向麦金尼透露,自己计划在12月18日至25日锁定旧金山最热闹的39号码头PR39发动恐攻。 因为叶旦节是犯下攻击的绝佳日子,詹姆森谋划在码头引爆爆猎物,驱使人群几项狭小的区域,让他得以制造死伤。 资料指出,詹姆森公开宣称他不需脱身计划,因为他已准备赴死。 FBI也在20日突袭詹姆森位于加州摩德斯托莫德斯托的住处,并宣称找到詹姆森的遗书以及步枪、手枪等武器和弹药。 詹姆森目前已遭到加州东区联邦地方法院,依企图向特定外国恐怖组织提供实质支持的罪名起诉。 若詹姆森被定罪将面对最高20年的徒刑于25万美元,约750万台币的罚款。